刚才聊到的是柯P的包子理论 柯文哲的部分 温大哥对于柯文哲的了解 是非常透彻的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今天周刊这样写 大家听到包子理论都在想说 到底是哪个包子 这个靖周刊是这样写 说私底下柯文哲常常对幕僚 搬出一套包子理论 说包子在环境不利的时候 代谢就会变缓慢 不过等到有利的时候 就会重新再发育发芽 所以柯文哲现在就是在等待时机 等什么样的时机 等蓝绿自己内乱 不过这个温大哥攻的内乱 民众党虽然小归小 可是这个内乱的精彩程度 是不会输给蓝绿的 来温大哥怎么样解读呢 当然柯文哲 他是一个现买现卖的 所以刚刚大家都在Google查这个包子 什么是包子理论 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说这个民师出高途了 因为柯文哲他大学联考第一次考进去是阳明大学 那阳明大学他的班导师就跟喜藏仁的哥哥喜藏仁 一起都是受教于笔名叫小野 小野是很有名的一个作家 书大概写的非常多 而且拍了很多剧本 所以小野对柯的影响很大 后来柯文哲当了市长 请他当台北文化基金会的这个董事长 包括公馆的那个 那个还在那边设了学校 所以所有的人都会被柯文哲甩掉 或者是用过即丢 只有小野从头到尾 没有 就可见这个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很大 尊师重道 所以他讲包子 他其实他最重要的是想说 等着蓝绿自己内乱 因为他这一次九合一大选讲实话 灰头土脸 唯一让他能够说 好像能够变成说是一张成绩的高峰安 结果高峰安你看 他接受那个电台访问的时候 跟黄国昌对话的时候 也不经意讲 人家有钱就跟宣明志去 讲得很酸 为什么 本来高峰安就是 不是你民众党的吗 他根本就是属于郭台铭 这个拜托薛明志出面 然后来帮他更加的 所以民众党内部 他们也很清楚 这一次左水溪以南 只有云宁县一个县议员 中南部全垮 所以刚刚一直在讲说 侯友宜中南部没票 我说那个是骗校的 侯友宜嘉宜人警政系统八万大军 历届的这些退休的这些警官或警察都是他的生意军 他怎么没有市场 对吧 点对于柯文哲 你这一次九合一一选归破功 破功了嘛 提名了那么多人 结果大概只有台北市这一种都会圈的 他还能够比较一面点 所以他的柯P的模式 当然啦 但他他有很多这些招数 包括写地址 写地址 现在好像跟这个桌台族不对盘 桌台族何许 柯P私底下把蔡壁如形容成是年耕耀 这个如果真正那样说 他那历数都挖不住啦 年耕耀 菜头贵呢 蔡壁如啊 讲实在话是真的是死心塌地 这个在帮柯文哲的 后面加进来的这些才是 说得不好意思啦 都是要插灰 看能不能捡便宜啦 你桌台族本身就是警察 我看他可能就侯友宜派来你这边 旁边卧底的 这搞不清楚嘛 对不对 所以柯文哲讲实在话啦 不要再笑声 讲这个 你回到你的本质 他说人心本善 你现在说这有没有 大家越看越怕 说一个医生 一个老头子 一个身边人 今天变成这种形 对不对 不要插灵地啦 带头的 讲这个我觉得说 到此为止 你柯文哲就说 我民众党误会一场 我通通解散 让台湾安和 不然说这句实在 这帮我朋友送我来 这个经过法院认证 不会被NCC提告的 首都早报 这个字 不然到时 人家的报线 给他订这句 说你民众党跟柯P啊 什么意思 柯市长卸任了市长 没有台北市的这个大舞台了之后 他现在是积极备战 2024 可是是不是卸任之后 就真的变成边缘人呢 这个元宵节当天 台北市的这个全国灯会的点灯医师 柯文哲被安排在最边边 怎么看起来这个有一点心酸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这是什么样的状况 什么样的安排 稍后回来一起来了解